奶团子给祖师的牌位洗白白 结果烘干时不小心将牌位给点着 娜娜得之后将他给训斥了一顿 伤心的奶团子跑去找祖师告状 却意外发现祖师竟变成了僵尸 可奶团子并没有就此放弃 反而还决定要去地府找祖师爷平民 于是奶团子带着祖师开启了告状之旅 其实奶团子刚开始并没有打算离家出走 只是想骑着他的宠物大脑虎去散散心 可就在他和大脑虎玩闹跑出林子的时候 正在饭店外餐桌上喝酒的两个花壁大汉 却被惊掉了下巴 三子 那是个啥东西 五哥 那好像是只大脑虎 三子 你看清楚没吧 鸽胆子有点小 那个就是个脑虎 我才带我去屋园看我 不得认错 许是被质疑了 被叫三子的大汉顿时站起身子 将自己的胸脯拍得是啪啪作响 说话声音都大了许多 不过说完又立即弱了下来 不过 这个地方咋个可能有脑 可他话还没说完 就被五哥拍了一巴掌 现在是说这个的时候 四处逃命 顿时村口就是一阵鬼不狼吼 尖叫连连 有胆子稍微大一点的当地人 看到被老虎追着的奶团子 动了恻隐之心 小娃娃跑快点 赶紧过来搏搏这儿 五哥原本跑得飞快 却不小心被脚下一个箱子半倒在地 他抬起头往回看了一眼 只见奶团子看着混乱的人群愣了回声 嘴巴一脸 竟迈着小短腿又回头朝老虎跑去 五哥一脸着急 这个奶团子是想一个人献身给老虎 就他们这些人吗 这样一想 五哥一咬牙 一脸视死如龟抓起啤酒瓶就要上前 可却被身后的三子死死拉住了 五哥 你要做啥子 那可是个大老虎 不是大花猫啊 这不是你能逞英雄的时候 三子你莫拉着我 你难道就忍心看那个奶团子而葬身虎口吗 他还拉着想 你看嘛 马上就要遭咬 五哥边挣脱三子拉着他的手 边伸出食指往老虎的方向指 两人的视线也顺着食指的方向看过去 然而两人齐齐呆住 只见奶团子双手插腰 一脸凶向地站在大老虎面前 凶巴巴地喊了一声 黄黄 趴下 下一秒 那只大老虎竟真的趴在了地上 然后奶团子点起脚一手伸出食指 精准无误地戳在了老虎额头那个王子上 嘴里还凶巴巴地冲老虎吼 黄黄坏 说了不让追 非要追 把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吓坏 奶团子越说越来气 食指又戳了戳大老虎的额头 五哥和三子对视野 又大着胆子凑近了 可能是疯了 竟然会觉得一只大老虎有点懵 正在这时 奶团子耳边突兀地响起一道女子怒吼声 五哥和三子隔着近十米的距离 都听得一清二楚 齐悦离 你要是敢跑出苍云罐范围 看我不把你的奶酪棒巧克力和酸奶 通通都吃光光 而奶团子听到传讯府里妈妈叫她的权利 下意识就是一哆嗦 她抬眼看了一下周围 好险 还剩下最后两块青石板就跑出树林范围 奶团子拍拍胸口 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可反应过来妈妈刚刚说了什么后 她觉得好委屈 妈妈好凶 还要把她的奶酪棒巧克力和酸奶都吃光光 她就只带了这些零食上山 吃光光了剩下的日子怎么办 蓝搜 香菇 就见方才还威风凛凛地教训大老虎的奶 嘴巴一扑 那双水灵的眼睛一瞬间就续满了泪水 五哥看得心一抽 好想上去给她擦眼泪了 可是看了眼那虎视眈眈的大老虎 又默默收回了已经迈出去的右脚 却见奶团子再次伸出自己的小胖手 流上倒下轻抚着自己的胸口 平处心情 西宝不哭 西宝就不哭 五哥和三子见此都蒙出了一口血 有种想要用麻袋拖回家的冲动 奶团子安抚了自己好几遍之后 冲大老虎说了句 黄黄走 妈妈不让出山 咱们去山里 西宝不下山 也不回去 大老虎抬头冲奶团子嗷呜一声 然后身头拱了拱他的身子 示意他爬上虎背 等奶团子爬上老虎背坐稳后 小黄站起身子转身就要朝林子走去 可是奶团子却突然说了句 等一等 他看着不远处的两个大叔 歪头思考了几秒钟 冲五哥伸出食指轻轻勾了勾 叔叔 你是不是要上山找我妈妈 五哥不由自主往前凑了几步 奶团子 你妈妈是谁 奶团子皱了皱眉 我妈妈 就是我妈妈呀 三子在后头扯了扯五哥的衣警 小生提醒道 你问问他妈妈叫什么名字 虽然三子说的小声 但是奶团子依旧听得一清二楚 所以不等大叔问出口 他就主动回答 我妈妈的名字叫英灵 所以你是英大师的女 五哥脱口而出 奶团子点了点头继续问 那你是不是要上山找我妈妈 帮你去晦气的呀 去晦气 您是什么意思 五哥这会儿直接用上了镜 晦气就是缠在叔叔身上 那团黑黑臭臭的气 叔叔你是不是很倒霉啊 喝水都塞牙缝的那种 五哥文言张大了嘴巴 震惊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他是从一个月前突然就开始倒霉起来的 开车莫名其妙就爆胎 走路被高空抛物砸破脑袋 吃饭筷子突然断了滑坡的嘴唇 就连睡个觉都能半夜腿抽筋 然后摔下床去磕破嘴角 您是说我身上有灰气 所以才会这么绑容的 奶团子却没有回答 而是再次和他确认一遍 叔叔上山找我妈妈 就是想解决这件事是不是 五哥连连点头 他是听一个道上的兄弟介绍的 说这青云后山苍云观的鹰大师超级厉害 什么匪夷所思的灵异事件都能解决 得到五哥准确回答的奶团子 满意地点点头 然后低头凑到小黄耳边嘀咕了一阵 再次冲五哥勾了勾手指 叔叔你走近点 把手伸出来 五哥为命是从地凑到跟前伸出手 手的位置就刚好出在小黄脑袋下方 就在这时 只见小黄伸出前掌 十分迅速地轻轻在他手心一挂 一条细小的口子顿时出现在五哥的手心 五哥等感觉到痛才下意识地撕了一声 奶团子动作飞快地用小手沾了点血 然后在五哥脑门一阵涂目 五哥感觉到小丫头的手指在自己额头一阵乱摸 就跟鬼画符似的 可是老虎就在跟前盯着 他一动也不敢动 奶团子确实是在画符 他是偷跑下山的 连最爱的零食都没得 更别说画符的工具 然而他的道横还不到家 还做不到隔空画符 所以只能用鲜血在身体上画符 而这个血肯定不能用他自己 那多疼了 他又不傻 所以只能用叔叔自己的手心血 再骑额头画一道符路 驱除掉叔叔身上的晦气 这样叔叔就不用上山去找妈妈死 也就不会告诉妈妈 自己骑黄黄下山 吓到人了 奶团子真是个小机灵鬼 奶团子看着自己画的驱邪符 隐没在叔叔的肩 为自己的机智点了个赞 跑了 奶团子画完了驱邪符后 在小黄的头上露了鸡脑 将手指的血迹抹干净后 对五哥说道 细胞给叔叔画了驱邪符 叔叔的晦气今晚就会没有 以后也不会倒霉了 叔叔回家 不用上山 然后奶团子又拍了拍五哥的肩膀 回去吧叔叔 声音软软糯糯自带一股诱火力 真的就让五哥转过身子 朝村子的方向走去 看着五哥走远 奶团子得意地拍了拍小黄的脑 一娃一虎很快就隐没在 轻松郁郁的树林间 奶团子坐在小黄背上叙叙叨叨 黄黄你说 事业师祖太师祖他们不是木板板 为什么妈妈要说那些木板板是他们呢 小黄熬悟回应一声 奶团子继续道 西宝就是想烧一下 事实事业他们会不会痛 为什么妈妈要生气呢 西宝想爸爸 时间不紧不慢地走着 半山腰的苍蝇罐 一个看起来不过二十树头的年轻女子 正绕着院子中央的那棵枣树转圈圈 这正是苍蝇罐现今的罐主英灵英大师 师父 小师妹不过是调皮了一点 您看着马上就要天黑了 再不把她找回来 方玲玲在大门外看了半天 依旧没发现小师妹的身影 只能进来劝师父 英灵一脸认真的回答方玲玲的话 我解释过了呀 她太笨了 听不懂 明白是解释吗 您就是说了句排位就代表了师子 要十分尊敬 小师妹还那么小 怎么可能明白什么叫代表师爷 方玲玲耐着性子继续道 您也知道 师爷早就想去地府那个封光了 是您死活不让去 她才又拖到四年前 亲眼见到小师妹出事后才下去的 小师妹压根就记不住有师爷这么的人 怎么可能明白师爷对您的重要性 说到师爷 方玲玲也是叹了口气 她活了小半辈子 就没见过那么一心寻死的人 玲玲修为不到家 非要去妒劫 果不其然 直接被一道天雷劈中 当场就被送走了 因离被方玲玲这么一提醒 也想起了自己那个不着调的师父 恨得牙痒痒 那个糟老头子 别让我再看了她 不然我绝对把她揍得连她师父都认不出来 说完气哼哼地回屋了 方玲玲在后头大喊 师父 咱们再说小师妹的事 她有小黄跟着 出不了事 再说她什么吃的都没干 天黑之前转回来 屋子里传来这么一句话后 就在无声息 方玲玲也没法 只能暗暗祈祷小黄能给力 早点将小师妹给背回来 而被方玲玲不停念叨的 小师妹奶团子小朋友 连续打了几个喷嚏 肯定是妈妈知道自己错 想奶团子了 吸宝还生气呢 吸宝不回去 她揉了揉鼻子 继续埋头在草丛里扒拉着 找一下可以做香料的草 小黄又熬无出声 劝奶团子回苍云罐 奶团子坚定地摇了摇头 她没有错 她不回去 撅着屁股在草丛里长了半天 终于找到一株香茅草 有香料 有咸味 可以做烤鱼吃了 奶团子开心地吸了吸嘴角的口水 然后指挥着小黄去溪边捉鱼 小黄在溪水里抓鱼 奶团子在溪边鼓掌 捉一条奶团子就拍一阵 胖乎乎的小肉爪子都拍得飞红 小黄捉了十来条巴掌长的小鱼后 老五两声上了岸 这是告诉奶团子小溪里没有遗亡 都被她吓得跑光光了 奶团子上前抱着小黄的脑袋蹭了蹭 大大的表扬了一番 自奶团子出生后 小黄就被淫黎送给了奶团子 这四年来一直陪在奶团子身边 所以能和奶团子心意相通 一人一虎交流起来毫无障碍 至于捉鱼爬树这些 更不在话下 所以给奶团子捉了鱼之后 知道奶团子不够吃 又去树上掏了几个鸟窝 找到了十多个鸟蛋 而奶团子去林子里找了一些枯树枝 等小黄含着十多个鸟蛋 回到西边的时候 奶团子已经用自己的真火点了火堆 奶团子坐在火堆边上 拿着用树枝串好的五条小鱼 有模有样地烤着 架势端得十足 可见这种事也不是第一次的 不一会儿 手里的五条小鱼就烤得两面成金黄色 散发着诱人的香味 奶团子迫不及待地分了两条点小黄 然后拿起小鱼就往嘴里送 大大的咬了一口 奶团子脸上挂着幸福的笑容 黄黄 好好吃啊 奶团子啃完了一条鱼 大大的感叹了一声 然后伸手去摸第二条鱼 可不想去摸了个空 奶团子睁开眼 看到方才放鱼的石头上干干净净 哪里还有什么鱼 不禁有些生气 转头吵小黄吼 黄黄坏 偷吃 可才吼到一半 就发现小黄在一旁瑟瑟发抖 目光谨慎又有些害怕地盯着他旁边蹲着的那个人 只见那人手里拿着的 赫然正是奶团子方才烤的鱼 奶团子十分有礼貌地行了个抱群 你是谁啊 你怎么偷吸宝的鱼 师爷说过要先礼后兵才能痛快奏勇 奶团子行完礼后抬起头 这才看清那人的长相 瞳孔居然是红色的 不过最最奇怪的是 他的嘴唇间有两颗尖尖的牙齿露出 奶团子虽然跟着师爷修行了快两年 也增长了很多见识 但在他有限的生命里 并没有出现过僵尸这种生物的存在 所以他并不知道眼前这个人 其实是只杀伤力极大的僵尸 反而因为这人长得好看 牙齿又长 生出了几分好奇 这时那人舔干净手指上的残渣 张开嘴说了一句 吼吼吼 沈玉白指了指地上的鱼词 又指了指自己 再指了指肚子 他想说还要吃 可嘴里只能发出吼吼吼 类似野兽般的吼声 沈玉白有些奇怪 总觉得自己应该像奶团子一样会说话才对 他抱着脑袋重重地敲了敲 总感觉这里头一团乱吗 怎么夜里不帅 你在说什么 奶团子看着那人又是吼又是脑头 甚至还敲脑袋 和事业说的傻子一模一样 于是奶团子冲他说道 我给你烤鱼吃 他怕傻子听不懂 指了指鱼又指着嘴盘 然后摸了摸肚子 傻子居然听懂了 冲他点点口 奶团子很高兴 边烤鱼边给傻子介绍 指了指小黄 他是黄黄 拍了拍自己的胸口又到 吸宝 沈玉白仿佛明白了 指了指自己 吼吼吼 沈玉白又皱起了眉 奶团子算是明白了 他除了会吼吼吼 就啥也不会了 好吧 那就叫你吼吼 剩下的鱼很快就烤好 奶团子将鱼分作三份 小黄三条 小吼三条 细胞五条 很公平 开动吧 奶团子搓了搓小胖手 很开心地准备开吃 然后就见小吼一阵风卷残云 紧接着又抢过小黄面前的鱼 飞快地吃光光 看驾驶 下一步还要来抢自己的鱼 奶团子赶紧出手 他的速度很快 在特意催动灵力加持的情况下 速度远超过普通人 可没想到沈玉白的速度更快 然后奶团子面前的烤鱼 就不见了踪影 抬头看去 沈玉白正伸出舌头 在舔自己的獠牙 看到奶团子望过来的视线 沈玉白讨好的牵起了嘴颈 冲奶团子露出了一个 十分丑陋的微笑 傻子也不能这么欺负人 人家也还是个宝宝 奶团子有些生气了 不想搭理沈玉白 背过伸去 动作飞快地将讨好的鸟蛋掏出来 也顾不上烫手 在地上胡乱滚了两圈 就捡起来包皮 左手烫到了就换右手 在耳垂上捏一下又继续包 如此反复了几次 终于包好了一个扔嘴 牙齿一咬 泪水立马就驳慌而出 这也太烫了吧 沈玉白一看奶团子生气了 居然还躲在一边偷偷哭 顿时有些心虚 沈玉白站起身来 转到奶团子面前蹲下 然后指了指吸水 又指了指数字 你还要吃鱼 没有了没有了 都被你吃光了 沈玉白笔笔画画了半天 见奶团子始终没明白自己的意思 索性站起身来 一个起落就跳进了近十米开外的溪水 奶团子张大嘴巴 呕成了一个圆形 这个傻宝宝还是个高手 不知道和事业比谁厉害一样 就是妈妈都做不到跳这么美 沈玉白手伸进水里再拿出来 手心里就绝对握着一条小鱼 如此不过几分钟的时间 岸上已经扔了二十多条小鱼 奶团子看了看那一地的鱼 撒鸭子就往溪水边跑 动作麻利的洗鱼 串鱼 然后捣碎香料塞进肚子 又将枝叶抹在鱼身上 如法炮制了二十多条口 沈玉白见奶团子高兴了 也跟着蹲在了火堆边 与此同时另一边 太清关内 所有达到了练气器的道士都汇集到了电气 他们一个个的都嘴巴张成了欧喜 眼睛更得像同龄 活像一个个二傻子 主要是他们刚刚听到了一个令人惊掉下来 海检都捡不起来的消息 他们这个专业想要除魔捉僵尸的宗门 居然有一个僵尸老祖宗 最最关键的是 这个僵尸老祖宗还走多了 师父 老祖宗他吸过血路 由于太过于震惊 太清关的首席大弟子萧峰都有些接管 青云山历来是旅游圣地 游客如云 尤其是夏天来避暑的游客更是多不胜数 要是老祖宗会吸血 那个场面 简直都不敢想 太清关的灌主武清风摇了摇头 据历代传下来的宗门日志旅记者 老祖宗化僵难怪 还没来得及发现僵尸能吸血这个操作 就被圈养了起来 靠灵器和月华修炼升级 现目前最重要的 是要赶在他商人之前找到他 说到这里 五官主揉了揉太阳血 老祖宗他沉睡之前修为就深不可测 在如今这个时代 那一身修为 说是天下第一都绝不带夸张的 而他的智力 却只有几岁孩童一般 这是一位白胡子长老缓缓开口的 我和几位师兄弟 用老祖宗的血推演出了他的大致方问 此刻他正在青云后山苍云罐的范围内 一听到苍云罐的名字 方才还窃窃私语的众人都安静了下来 有些不知所措 毕竟 苍云罐那一位罐主自打数年前横空出世 名头就此想彻天性 小小年纪修为却是深不可测 传言说距离河道也不过半步之遥了 据说龙虎山掌门 毛山掌门等等 数十位玄学界有名的大佬级人物 三天三夜 五罐主将一干弟子的反应都看在眼里 重重咳嗽了几声 大家不用顾虑太多 我已经和英罐主通了电话 马上会去苍云罐拜会 将具体情况和他说明 不多时 苍云山上 五罐主一脸恭敬地对英灵行了个晚辈 他师父先去之前和英大师的师兄是不交 所以按照辈子 他当称英大师为师叔 英师叔 贸然上门抛了 师里之处还请原谅 实在是师旨有及时相取 说完又是一个标准的到家里 英灵还了一领 反而更加恭敬 师叔教训的是 罐中俗事繁多 实在是分身乏术 五罐主抹了抹额头上不存在的汗水 大着胆子凑到英灵面前更惊异 听声说了几句 英灵听了都不禁睁大了眼睛看向他 有些震惊了 英灵不是没有见过僵尸 当年在龙溪灭掉的那三个僵尸 也是有着几百年到 还有一个成了飞僵 可他还从没有听说过有僵尸能保持神志 不靠吸血修行他 五罐主一动不动地本败着英灵的粉 就见英灵左手抱着右手胳膊 右手食指和拇指在下方拉撒了半天 然后一脸兴奋地站起来冲五罐主 我想和你们一起去找他 可以吗 自打师傅去了阴间分关 师兄带着师姐去了屋门圣地 他就再也找不到人练手了 踏入反须之境树林 他还从没和人交过手 如今突然冒出一个数百年前的老祖宗 怎能叫他不兴奋 随后英灵拿了包就带着五罐主往外走 路过厨房的时候 后还不忘冲里口喊了一句 玲玲 我带五罐主去山里找他祖宗 不回来吃晚饭了 师傅 你怕是忘了山里还有一位咱家小祖宗啊 方玲玲激动地从厨房里跑中 却只看到师傅远去的背影 他无奈地挥了挥手 任命地回房拿手机 给师长打电话去了 夜里的山林里十分寂静 英灵一马当先地走在前面 他带着五罐主往这山上有可能藏人 藏僵式的地方走去 边走还边给五罐主说道 如果你门中弟子有在山里 见到一个小女孩骑着一只牢 不要动手 直接通知我即可 那是我女儿和她的灵宠 五罐主闻言赶紧抛出手机通知下去 时间很快来到午夜时分 地府封都鬼城 此刻鬼城里正是热闹非凡之际 西宝气势汹汹地就往城里冲 正好遇到一对阴兵凌面而来 这不是西宝吗 跑这么快 是要去干什么 西宝西宝 待会儿来找哥哥玩了 哥哥心得的小玩意儿 你肯定喜欢 许多鬼热情地和西宝打招 可西宝都只是匆忙地 应了一声就跑了 今天西宝怎么看起来不太对劲呢 就是就是 平日里都是笑呵呵地叫哥哥 今天都不搭理我 你看那个小嘴瘸的老高 都可以挂油瓶了 准是受委屈了呗 什么 有人敢欺负西宝 是谁 看老子不上去吓死他 算我一个 我也去我也去 一群鬼看着西宝跑远的声音 围在一起嘀嘀咕咕咕 很快就已经商量好了要组团上杨坚 来下下那个欺负西宝 正在屋子里看画册的补仓 被这一声好给吓得一个没拿完 画册直接就掉到了地上 露出书上那雪白无暇半遮拜你的苏兄 骨仓心虚 赶紧将画册子往床底下一踢 乱腰确定下什么也发心不了之后 这才打开房门走得出所 到了花厅一看 一群白胡子老头和老太太围成了一个圈 正气嘴巴舌地说着什么 声音大的比菜市场还热闹 骨仓想问西宝 话一出口就被淹没在了嘈杂的鬼声音 根本就传不进去 骨仓不得不提高嗓子大喊了一句 好了别吵了 屋子里一下就安静下来 那群老头老太太目入不善地回头看着他 骨仓忍不住一阵腿软 立马一脸陪笑的道 老祖宗 太师祖 师祖 师叔 你们怎么都在家呀 没出门溜弯啊 一个看起来不过四五十岁 比骨仓还年轻许多的中年汉子 看了眼一脸讨好的骨仓 似笑非笑地道 咋了小仓子 让我们别吵了 这是要说点啥 骨仓在中年男子的目光下腿越来越冷 眼看就要跪倒在地 突然一阵软萌可爱的小乃鹰响起 拯救了他的膝盖 老祖宗 师爷是病了吗 脸色苍白摇摇欲坠 和书上写的病人一模一样 奶团子看到师爷那副模样 忍不住从一群老祖宗中间跑出来 迈着小短腿跑到了骨仓身边 似模式样地扶起他 师爷师爷 你刚才去哪里了 西宝叫了好久 骨仓刚刚长书的那口气顿时一致 貌似 实在是不太方便告诉小丫头 自己方才在干啥吧 好在西宝只是随口一问 见师爷没有回答也不在意 拉着他的手就往椅子那边拉 他要让师爷好好评评 妈妈到底有多凶 一群苍蝇罐历代祖师爷 都只能围坐在西宝多边 让辈分最小的骨仓占据了妥妥的C位 没办法 西宝是这群老祖宗们的团主 师爷师爷 你说说 这到底是妈妈错 还是西宝错 西宝肌里刮拉一阵 将自己给祖师店的牌位洗澡 还给师爷的牌位烤单 然后因为一时没注意 烧掉一脚的英勇世纪给说了一遍 说完还一脸求表扬的表情 看着这群老祖宗 师祖 师叔祖 太师祖 老祖宗 西宝都给你们洗白白了 一群老祖宗文言一阵无语 说灵牌不重要吧 那是他们回到苍蝇罐的最快途径 直接星面一动就可以复身上去 非常方便 所以还是重要的 说重要吧 他们在阴间待习惯了 回阳间多有不适应 事已除非苍蝇罐 遇上了什么生死存亡的重大劫难 他们是不会现身的 而苍蝇罐到目前为止 也从来没有遇上这样的重大事件 所以那些牌位也就适合普通牌位一样 就是个心灵寄托的板事而已 不过小小的西宝哪里懂得这些 他就是听妈妈说那些木板板是师祖他们 不相信 想要洗白白再考一下 试试看师祖事业能不能感应得到 小脑袋看了一圈周围的老祖宗呢 看起来 自己是对的呀 他们都没有感应到了 所以是妈妈错了 那些木板板 根本就不是事业女 对不对 被西宝那双水汪汪干净成澈 又充满期待的眼神看着 诸位老祖宗根本就没有半点抵抗力 忙不迭地纷纷点头 西宝说什么都对 骨仓倒是很有骨气的艰难抵抗了一阵 最终还是败下阵来 咱们西宝怎么可能错 那事业去帮西宝训妈妈一顿 妈妈好凶 要吃光西宝的奶酪棒 骨仓万万没想到 西宝居然还知道要借力了 可是要去训他妈妈一顿 骨仓有些为难 他当年一心寻死 被一道雷劫劈众后 灵魂离体跟着师叔到阴间之前 看到那丫头扑得那叫一个死去活来 骨仓心里也是有一丝愧疚 看到师爷迟疑那么久都没有回答 西宝有些急了 拉着骨仓的袖子一个劲的摇晃 师爷你说话呀 你多爱西宝了吗 骨仓看着西宝满脸期待的表情 当下也是心一横 自己是他师父 还怕那个小丫头 难道他还敢和自己动手不成 于是骨仓当即向西宝保证 马上就去训他妈妈一顿 西宝高兴地拍了拍手 从他记事以来 就没有看过妈妈吃别的样子 暗戳戳地有些期待 于是熊啾啾气昂昂的骨仓 牵着一脸兴奋激动的西宝 和一帮看热闹不闲事大的老祖宗 就那样浩浩荡荡的 直接从苍云罐后院的鬼门到了苍云罐 可却发现院子里空荡荡的 一个人影都没有 而此时主在山里的英黎正有些着急 他方才感应了下小黄的位置 居然什么都感应不到 他已经给灵灵打了电话 让他出来找找 心里始终有些担心 虽然有小黄保护着 虽然这苍云罐的周围都不得证 可到底西宝只是个小丫头 没有自保能力 自己就不该一时冲动训他 这会儿只能一边找小五家的老祖宗 一边找自己家的小祖宗 他食指在额尖一划 打开天眼 找寻阴气最重的地方 英黎仔细辨认了下方位 心里也是一松 两人催动自身灵力 朝着树丈远的山洞飞了过去 然后英黎就看到 刚才什么都感应不到的小黄 正委委屈屈地圈着膝盆 小黄看到主人的道理 激动地想站起来 可是又想起怀里还有小祖宗 眼睛里满是委屈 这个吼吼好可怕 小黄好怕怕 主人快点收了他 英黎第一次看到这样怂的小黄 有些好笑又心疼 他正想走过去解救小黄 却被身后的五官主抢了先 一声激动的大喊 老祖宗 五官主冲过去 想要拉住自家老祖宗 可是下一秒 就被亲爱的老祖宗掐住了脖子 一时间场面就有点肝大 挨着小家伙正睡得舒舒服服的沈玉白 被人突然打断 真的是很不开心 于是暴脾气的沈玉白 直接就掐住了来人脖子 想要将这个过躁的噪音来源捏碎 英黎剑撞当即抽出背上的豪木剑就劈了过去 沈玉白直觉这个打过来的东西不太好对付 当下就松了手 然后回转身子一个剑步绕到英黎身后 想要顾忌重施掐住英黎的脖子 被斜碎掐脖子英黎那是经验丰富的 弯腰就是一睹 在站起身来时 手上已经捏了一张定身符 福禄稳稳地贴在了沈玉白脑门上 沈玉白一愣 这是什么 他呼出一口气吹了吹 好像有点好玩的样子 然后又吹了好几口气 将福禄吹得随风飘扬 十分飘逸 英黎 变异的僵尸就是变异的 连定身符都制不住 五官主见状一阵干咳 然后跳到五官主面前抢烧鸡 不过抢到之后却没有立刻就吃 他想起之前自己抢了小家伙的鱼 然后小家伙哭了 所以这次有了烧鸡之后 赶紧先拿到小家伙面前给他吃 结果转身看到英黎已经将西宝抱了紧 沈玉白顿时不高兴了 吼吼吼 这小家伙是我的 不准抢 英黎满脸戒备 这东西不能打杀 定身符又不管用 他可一时想不到什么办法对付他 只能先避开再说 可不曾想他走一步 这位老祖宗就跟着走鱼 始终挡在他面前 还指着西宝对他比比划 夹杂着几声吼 英黎回想起之前五官主介绍 这位老祖宗有着几岁小孩的志 所以这是在和他交流什么 他试探着问了一句 你在说 西宝怎么了 吼吼吼 这个小家伙是我的是我 不准抢 沈玉白吼了一阵 想去抢人 可是又怕把小家伙弄伤了 之前他想帮小家伙抠 结果一不小心就把鱼捏成了杂 所以他知道自己的力气很大 只好一阵比划 指了指西宝又指了指自己 宣告所有权 英黎有些不确定的问 你的意思是 西宝是你的 沈玉白连连点头 吼吼吼 是的是的是的是我的 还给我 英黎无语符合 这什么跟什么呀 小丫头不过离家出走半天 就给自己找了个僵尸伙伴 想要问西宝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一低头才发现不对 西宝哪里是睡着了 分明是魂魄离体的状态 他心下着急 也顾不上这位僵尸老祖宗了 直接抱着英黎就往苍蝇罐跑去 沈玉白一看瞬间怒怒 居然敢抢我的小丑子 当下烧鸡都顾不上吃了 飞快追着英黎的步伐离去 五官主见此傻眼了 自家老祖宗怎么就跟着英师叔跑了 等英黎抱着奶团子气喘吁吁 跑回苍蝇罐时 不禁傻眼了 院子里站着的不正是西宝 他拉着的那个 不正是让他气得牙痒痒的 遭老头子吗 还有老头子身旁那一群 阴气森森实力超去 他完全看不透修为的鬼 看起来怎么有些面熟 而西宝看到英黎回来 他伸出小胖手指着身旁的骨仓 得意地笑道 妈妈你看 事业不是木板板 我把事业带回来了 英黎看着院中一脸嘚瑟的西宝 在低头看了眼 怀里抱着的女人身体 回想起之前西宝嘴里嚷的 事业不是木头板板 是人的说法 再结合眼下的情形 电光火闪间就想明白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好你的糟老头子 居然背着我偷偷教戏宝灵魂出窍 于是在所有鬼都还没有反应过来之际 英黎抽出桃木剑就朝骨仓劈了过去 骨仓的修为是高过英黎的 不管是生前还是死后 可他现在却是一只鬼 而英黎是专门捉鬼的天使 所以毫无意外的 骨仓被一剑劈了个阵阵 魂体都冒出了青烟 骨仓发出一声夸张的惨叫 直接就窜了起来 嘴里还边嚎叫 你个不孝子 欺世猎族有为天道 你给老子住手 放下 给老子把镇魂钉放下 最后一嗓子因为太过惊吓 都喊破了鹰 英黎也是气狠了 剑骨仓一个劲的堵 直接就掏出了包里的镇魂钉出来 这可是所有鹰邪之物的克星 就是鬼将级别的大脑 遇上了镇魂钉都会受伤 我叫你偷偷带细宝修行 我叫你一心寻死丢下我不管 我叫你这么多年都不回来看我 看我不抽的你我事业都认不出来 英黎开始还只是因为发现 师父偷偷教西宝灵魂出窍而生气 可说到后头就越来越委屈 明明十分凶狠的语气 却带着一丝哭腔 而西宝却是直接猛了 说到的事也比妈妈备分了 要来训妈妈一顿了 这鸡飞狗跳鬼托狼嚎的营 真的不是在做梦吗 西宝忍不住伸手掐了掐自己的小肃脑 没有任何感觉 原来真的是做梦了 而古仓听到小徒弟那恶狠狠的哭腔时 就已经忍不住停下了脚步 再回头一看到小徒弟那双红彤彤的眼睛 表情有些善善的 那啥 小离啊 不是我不回来看的 我这不是怕你难过 话还没说完 就看到英黎的泪水大磕大磕的往下论 顿时也不敢继续说了 英黎是真委屈了 四年前刚升了西宝 还在坐月子 就听到师父强行妒结失败的消息 他都忍住了眉哭 想着以苍云罐和地府的关系 怎么这日后也能时常相见 犯不着伤心 结果这老头子可好 一走就是四年 大人的世界果然好复杂 西宝无语望天 默默叹了口长长的起 想我小小年纪 就要担负起分妈妈的重量 西宝迈着小短腿走到妈妈身边 小胖手艺把抱住妈妈的大腿 妈妈不哭 大不了 西宝的奶酪棒和酸米 都分给妈妈吃 英黎正想趁机敲诈饱头子一翻 不想小团子跑过来安慰他 顿时也哭不下去 他蹲下来抱住西宝 妈妈错怪西宝了 西宝原谅妈妈好不好 西宝本来就只是和妈妈赌一口气 现在听到妈妈主动承认错误 胖乎乎的小脸顿时 笑成了一朵绽放的褶皱大白包子 嗯 西宝原谅妈妈 还十分大方地 朝英里脸蛋上亲了一口 沈玉白一跳进来 就看到了这一幕 顿时有些蠢蠢欲动 小家伙的嘴巴那么软那么慢 吃起来肯定好美味 一场混乱 就在西宝的一个清清中结束了 深夜苍云冠院中 一人一童 一鬼一僵尸 和谐地在石桌边坐着 古仓在英里的眼神威胁下 开始一言一语的交代 关于这两年西宝修行的来伦去脉 而苍云冠的一众祖师爷们 在看够了小仓子的热闹后 心懒一族地回地府分关去搓麻将 小黎你想不到吧 你师父我在西宝出世之后 就出手给他遮掩了天机 不然你以为我为啥要做死去妒解 还不是因为违背了天道 主动去受捷 才能避免天道将惩罚降临在你身上 古仓傲娇地哼了一声 不等英里出声说话 又开始继续咄嗦 等到西宝两岁之后 我又央着石殿阎罗的一位老祖宫 具体是谁呢就先不告诉你 反正就是给西宝要了一个阴私职位 他就可以畅通五祖来往营养 自身还不会受阴气侵蚀 你师父我厉害吧 英里不置可否 这种骚操作 也就是他这个厚脸皮的师父才做得出来 西宝从两岁起 每个五日就会生魂离体 到地府去跟着我和咱们祖师爷学习束 把抖露住 英里一开始还听得有些漫不惊心 可是慢慢地听到后来 向来波澜不惊的脸也终于有变化 他全然想不到 自家女儿小小年纪 居然已经过上了如此多姿多彩 匪夷所思的生活 什么带着西宝去撰文王殿偷小银鱼烤来吃 带着西宝去孟婆那里偷孟婆汤来煮面 带着西宝去地藏王那里偷偷拔地厅的毛来做毛 等等等等 师父你自己做死就好 为什么非要拉着西宝 因为我自己去就是真的做死 但是带着西宝 被发现了也只需要西宝给他们笑一笑 卖个萌 最多再送上轻轻一个 就可以接过了 骨仓倒是回答得十分干脆而真诚 西宝还赞同地在一旁萌点头 妈妈 那些叔叔姨姨可喜欢西宝吗 西宝说话同时还一脸自豪 不过像是被卖了还帮着属钱的地主家傻子 不过 叔叔姨是谁啊 听师父说的转轮王 地藏王和孟婆这些传说中的人 怎么着也和叔叔阿姨扯不上边吧 不过英里也没等西宝回答 却是有些犯困 当下也就乖乖点头 跟在妈妈后面去卫生间洗漱 骨仓还有好多得意的事情没讲完呢 不由有些失落 不过也知道这会儿西宝该睡觉 便独自去往后院回地府 英里在浴室给西宝放水 西宝站在洗漱台前的小板凳上自己刷牙 突听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在门外响起 紧接着一声大喊声 师叔 我老祖宗呢 西宝好奇地从卫生间门后探出脑袋来的 然后脑袋上方又跟着探出一个脑袋 西宝身边的僵尸 一拍脑门 难怪总觉得哪里不对 原来这只僵尸一只手在西宝身边吗 他方才止步着听师父讲的故事 完全将这货给忘记了 谁曾想他竟一直跟在西宝身后 跟个隐形人一样 这可是驼烫手山芋 他也顾不上还在放着水 立马走到五官主身边 蹲下用手给他度了一道领域 五官主顿时就感觉自己一身轻 立马就站了起 多谢师叔厚爱 英里摆了白手 指了指还在卫生间门口扒着的那只僵尸 赶紧把你老祖宗代表 五官主恭敬的印象 抬腿就往院中走去 沈玉白听到脚步声觉得有些耳熟 抬头看了一眼 心里一喜 嘿嘿 烧鸡没走丢 英里吩咐零零招呼那群太清端的弟子稍作休闲 便往卫生间走去 等走到门口才发现 僵尸手里拿着一只少了一只腿的烧鸡 西宝手里拿着一只烧鸡腿 正肯地欢 英里看了看西宝那缘姑 快将衣服都穿爆了的小肚子 俘俄叹起 西宝这个小胖蹲 他都有些抱不动 西宝余光瞥见了妈妈的声音 加快速度啃完了手里的鸡腿 然后重新拿出牙刷 转头冲妈妈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 沈玉白见小家伙飞快就将一条腿啃了 低头看了看自己手上还剩了半只的烧鸡 乖头思考了一秒钟 果断又撕下一只翅膀逼给西宝 西宝很是纠结 还想再吃一点 可是这会儿在妈妈的注视下 艰难地推开了面前的翅膀 还一本正经的教训猴猴 现在太迟了 不能再吃了 说完又弯腰在洗漱柜里翻找出一把一次性牙刷 高兴地逼给沈玉白 猴猴 你也要刷牙 你牙齿臭臭的 西宝早就想说了 一直没找到机会 这会儿终于说出来了 十分开心 沈玉白看了看小家伙递过来的牙刷 又看了看西宝拿着牙刷在嘴里的动作 高兴了 小家伙给他分吃的 当即烧鸡也不要了 结果牙刷就往嘴里喂 嗯 奇奇怪怪的味道 从来没吃过 还不错 西宝用的儿童牙膏是草莓味 所以沈玉白也不反感 反而两三下就被舔了个干净 又把牙刷拿出来递到西宝面前 吼吼 还要还要 西宝嫌弃地看了一面 被沈玉白咬得有些起毛的牙刷 接过来又挤了豌豆大小的牙膏 然后自己拿着 让沈玉白张嘴 他亲自给他刷 门外的英里和五关主 就这样看着房内的小团子给老僵尸刷牙的场景 莫名觉得温馨有爱的粉丝 沈玉白还是人的那个年代 根本就没有牙刷 刷牙也就是用手指沾一点盐在牙齿上猛 当了僵尸后 他的牙齿变得意义不一般 是以徒子徒孙们虽然把他饲养得很好 可就是没人敢给他刷牙 毕竟僵尸可是通过咬人来繁殖下一代 后来又睡了几百年 哪有时间刷牙 嘴里那个味道 可想而知有多苦 不过西宝想着 这就是傻子天使宝宝 肯定不会自己刷牙 现在又离家出走 家里人对他肯定也不好 连吃的都不给 更别说刷牙了 所以西宝尽管很嫌弃他的嘴臭 但还是耐着性子仔仔细细地给他刷了几年 足足刷了六七分钟 又喷了好几次口腔喷雾 终于是将味道弄淡了 西宝伸出小手拍了拍沈玉白的肩膀 还是有点臭臭 要多刷几次 不急不急 等这边忙活完了 五冠主终于赶出声了 那个老祖宗 咱们烧鸡也吃了 牙也刷了 该回家了吧 沈玉白压根就不搭理他 只一脸兴奋地拿着牙刷 想要给西宝刷牙 西宝边躲沈玉白的牙刷 边回头看五官主 老爷爷 你叫谁老祖宗了 他的老祖宗们都回去好久了 哪里还有老祖宗了 小师妹 你要叫我师兄 不能叫我爷爷 师兄当不得当不得 五官主哭丧着脸解释 然后又凑近了一点 小心翼翼地问西宝 小师妹 你能不能劝我老祖宗跟我回去啊 他方才观察了半天 算是发现了端倪 这个老祖宗谁都不搭理 就只搭理这个小师妹 所以要老祖宗跟他回去 还得让小师妹出门 西宝歪头 目光在五官主和吼吼之间来回流转 小小的脑袋不停地转 为什么这个一把年纪的老爷爷 要叫这个年纪轻轻的小哥哥老祖宗 西宝的老祖宗们都是白胡子老爷爷们 这个老爷爷还叫我小师妹 我零零师姐和飞飞师兄 才叫我小师妹的呀 思考了半天 西宝还是没能想明白 索性放弃思考了 所以吼吼是你老祖宗吗 那为啥吼吼要离家出走吗 还饿着肚子 你是不是坏人呢 五官主愣了会神才反应过来 小师妹嘴里的吼吼就是他家老祖宗 五官主忙不迭向西宝解释 小师妹 师兄不是坏人吗 老祖宗不是离家出走 我也没有虐待他 他之前一直沉睡 这时才醒过来就自己跑了 我们发现他不再就立马出来找 五官主说了很长一段话 西宝听得似懂非懂 他也不会想太多 听到他们没有虐待吼吼 也就小大人般的点点头表示明白了 吼吼 你的家人来接你了 你回家吧 明天再来找西宝吧 他还挺喜欢这个傻宝宝的 虽然不会说话 但是捉鱼很厉害 以后带着他去捉鱼 可比小黄好使多了 他牵着沈玉白的手往人外走 将沈玉白拉到五官主面前 然后对他挥了挥手 拜拜了 然后转身就往卫生间走 都好晚了 他要去洗澡了 沈玉白低头看着手里细嫩的小胖子 突然变成了一只粗糙的大神 顿时不干了 一个反手就将手里的爪子给扔了出去 然后紧走两步 跟在西宝后面进屋了 被老祖宗甩到空中的五官主有些惊慌 在了好大的力才 以十分不雅的姿势落到了地上 这就有些尴尬 老祖宗直巴巴地守西宝 半步不离 就连西宝洗澡 都要守在玉莲外面 英里和五官主面面相聚 啼笑皆非 打又打不过 劝又劝不动 扛也不敢扛 五官主最后也没法 这一注就是小半个玉 老祖宗丝毫没有要跟着他离开的意思 反而和西宝愈发清静了 白天西宝读经 他就蹲在一旁一起看 还学西宝的样子摇头晃脑 好不认真 下午西宝泡药育 他也闹着要泡 可哪里有适合他的玉朵 他就不高兴了 最要挤进西宝的玉桶里一起泡 五官主和方玲玲两个人根本拉不住 眼看一只脚都迈进去 英里一把真火就往他腿上烧 沈玉白嗷嗷叫了几嗓子 这才不情不愿收回了酒 这只便宜僵尸虽然修为高 但他乃天生鹰雾 自然是怕英里这种修行人士 用自身灵力练出来的天火 所以在英里面前吃了几次亏后 沈玉白也老实多了 上午跟着西宝一起念书 下午直守着西宝泡草 五官主看着自家老祖宗 眼巴巴地望着实在可以 寝视了英里后 让弟子送了一个大木泡脚图 挨着西宝一起泡脚 沈玉白对此很满意 于是这么多天 第一次从五官主露出一个丑陋的笑 而西宝对于自己的新伙伴倒是喜欢得及 和他一起念书时都格外卖领 还会主动教白白识字 他已经从五师兄那里知道沈玉白的名字 也知道白白不是傻子 只是不记得以前的事 也不会说话 所以西宝很自觉地也承担起了 教白白说话的动作 每天学习的新字 都一一交给沈玉白 这样小半个月下来 沈玉白还真的学会了三十多个字 不过认识是认识 到底发音器官退化了几百名 沈玉白除了会发几个简单的 吃饱和药阴外 其他的也都只认识不能说 不过一人一僵尸通过写字 也能很愉快地交流 五官主在一旁默默观察了十多天 也算是明白了 自家这个老祖宗 是绝不会跟自己回太清官的 西宝在哪里 他就在哪里 而要西宝跟自己回太清官 那也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五官主和宗门长老们最终做了一个决定 每个月轮流派一个擅长做饭的弟子过来尝语 照顾老祖宗的吃穿用品 五官主给英黎赚了一笔住宿费和伙食费 就将老祖宗留下 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 英黎站在山门开心的挥手道里 他是真的高兴 苍云罐人口极为简单 平时就英黎和方玲玲两个 西宝中末和寒暑假才会上山 而会做饭的方玲玲是特调局的调查员 一接到任务就会出门 他一走 英黎就只能吃速冻饰品或者泡米 而现在脱小五他老祖宗的服务 每天都有热腾腾的美食吃 英黎很满意 连带着看沈玉白也愈发顺眼了 于是沈玉白就这样在苍云罐安定下来 白天跟着西宝念书泡脚 晚上就乖乖待在院子里吸收月花 或者在西宝房门外打坐 这一日通往苍云罐的林间小道上 两个满是纹身的壮硕大汉正地往山上走 而西宝和沈玉白正追着一只野兔跑 路过他俩的时候 西宝觉得那丝臭臭的气息貌似有些熟悉 好奇地回头一看 叔叔你怎么又来了 他停下脚步吸了吸鼻子 赶紧捂住鼻子后退两步 还不忘拉着沈玉白一起推 嘴里发出嫌弃的声音 好臭好臭 来源正是当初西宝骑着小黄下山时遇上了五哥 和他心腹三子 五哥一看面前的小家伙 顿时面露狂喜 上前两步就要拉着小团子的手拜托下去 却被沈玉白抢先一步挡在了面积 西宝见此拉了拉白白的手 沈玉白立马转头看他 露出一个讨好的笑 说了一个兔 西宝点点头表示明白 他想伸手去拉 结果半片一脚都没摸住 已经不见了对方踪影 三子坐在地上 边喘着粗气边对五哥说道 哥 这沧云冠也太邪乎 上次这女娃身边跟着一只大脑斧很吓人 这次虽然不是大脑斧 但是这个人感觉比脑斧更吓人 话音一落 脑门上就挨了五哥一巴掌 慎言 他抬头四处张望了一下 剑没有什么异常 才低声对三子道 沧云冠的大师们都是高人 可不许乱说话 冒犯了他们可没拧好果子吃 在一个多月之前 他可是坚定的科学唯物主义践行者 从不相信神鬼之说 可那一个月的倒霉经历 当他开始怀疑自己的世界观 然后再经历了一个四岁小女儿 在自己脑门上不乱涂抹一番 没韵就没了之后 他的世界观已经彻底颠覆了 成为了坚定的有神论主义者 所以在感觉到自己又开始倒霉之后 他赶紧带着三子了 期间找了各种关系插队 这才在排了五天对后上的山来 小大师都这么厉害 那小大师的妈妈英大师 岂不是更厉害 五哥的斗志又起了 一把拉起三子 阻着他就往山上走 到了苍云罐 英里端坐在暗机前 正在绞尽脑汁思考今后一周的事故 好让太清官的弟子提前准备物资 正想着脑壳疼 余光瞥见有人进门 英里放下手中的毛笔 正要开口说话 就听一阵激动的脚步声传了 妈妈妈妈 你看白白捉到了啥 下一秒 西宝的身影像炮弹式的从门外射进来 后头跟着寸步不离的沈玉 沈玉白手里提着一只肥瘦的大型野兔 倒吊着的脑袋一摇一晃 还在往下滴血 英里一个机灵立马站起来 速度飞快地跑到沈玉白身边 拉着他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了一分 没发现怨气 也没看到血气 这才常常松了口气 还好还好 这压得没吸血 虽然沈玉白在苍云罐待了近一个月了 每日都是吸收灵气和月华在修行 从来不吸食血液 但他到底是只僵尸 英里暗地里一直都防范着 连养在后院的那些鸡都给放跑了 就怕这祸某天突然发现 这东西的血好像很好喝的样子 然后一口咬下去 就化沙了 这些日子他每天跟着吸宝 表现得十分关顺 是以英里都渐渐对他放下了戒心 谁知道这个咋就跑出去打野兔 还将他弄成这副血淋淋的模样 英里瞪了吸宝一眼 肯定是这丫头的主意 吸宝根本就不怕妈妈的眼神 冲英里讨好的像 妈妈 兔兔这么可爱 一定很好吃吧 他指了指沈玉白提着的兔子 又指了指厨房 很认真的掰手指 烤兔兔 凉拌兔兔兔 红烧兔兔 好多好多兔兔 沈玉白在一旁复赌 兔兔兔兔兔 英里对这俩吃货是没辙的 线下又有外人在 只能挥了挥手 暂且放过他俩 示意他们进去找小秋 小秋就是这个月太清官派来照顾老祖宗的弟子 英里看着吸宝和沈玉白蹦蹬跳跳离去的背影 咽了口唾沫 待会儿要给小秋说 先弄半只兔兔来烤 烤兔神马的最好吃 剩下的再一半红烧 一半凉拌 这样想着又咽了口唾沫 五哥和三子自打沈玉白一进门 就开始脸气平生 生怕那个煞神注意到自己 好不容易小天使将煞神带走了 结果尹大师一直注视着两人离去的背影出神 五哥只能带着胆子假装倾桑子 咳嗽了两声 英里回过神指看了他英里 眉头就是一撞 这怨气有些重了 五哥健壮立马明白自己的事情不简单 丁大师 您好 我叫梁武 最近很倒霉 还请您大师帮忙看看 英里示意梁武在暗计对面的板凳上坐下 然后右手抹扎着下巴 仔细琢磨着这人的面相 和他这一身汗匪的气质 真的是一点都不相符啊 反而他身旁的内人 面相和气质十分符合 一看就是为非作胆的事情没少干 不久的将来注定有一场牢狱之灾 说说吧 怎么回事 梁武正经危坐地端坐着 一个多月前 我突然就开始十分倒霉 在山脚排了几天的最后 有幸遇上了小天师 小天师说我是有晦气 在我额头画了一道符 就给治好了 说到这里 梁武冲英里竖起了大拇指 英大师果真是家学渊源深厚 小天师小小年纪就有如此能力 真是厉害 英里被夸得有些茫然 小天师 是说的稀饱 这丫头什么时候还给人画符了 因为小天师给我治好了 我就没上山 直接回家了 结果这才不到半个多月 又开始莫名其妙地倒霉了 所以又跑来排队曲号 还请英大师给我看看 是上次晦气没去玩吗 还是又沾上了心的 英里闻言 事宜梁武靠近一点 他仔细闻了闻他身上的气温 说到 这次不仅有晦气 还夹杂了怨气 且沾染时间不久 梁武挠了挠后脑勺 露出一个憨憨的笑 带着一丝讨好的礼物 我就说小天师厉害的 怎么可能会没去除干净吗 那啥 我没有怀疑小天师的本事的意思哦 英里摆了白手 事宜不用继续再说 你上次开始倒霉之前 和这次倒霉之前 都去过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像医院坟地 或者老宅之类的 殷气重的地方 或者见过什么人 这个问题梁武显然也是思考过的 所以英里一问出来 他毫不迟疑的就答道 我整天除了去公司 就是在家里 您说的那些地方都没去过 倒是我记得在开始倒霉之前 都见过同一个客户 英大师 您的意思是我那个客户有问题 英里点了点头 要解决你身上的问题很简单 一把火将那些晦气和怨气 烧掉即可 但是要根本解决掉这个问题 还是得从源头着手 梁武表情有些迟疑 英大师的意思是 要把客户带来 也可以不用 我可以给你一张屁邪符 只要你以后不再接触他 也不接触他接触过的人 那也不会再出现什么问题 梁武文言更迟疑了 思考了一会儿 用充满稀奇的眼神看着英里 英大师 有没有什么俘虏 能把那人的问题一起解决了吗 英里摇了摇头 就像你的问题一样 上次的晦气细宝帮你除了 可没过多久你又沾染上了 同理 那人身上的问题我这次解决了 过不了多久 还是会重新出现问题 梁武纠结一番后 最终下定决心 朝三子使了的眼色 示意他去外面守着 而他则是先朝英里到了生县 事关重大 吴某不得不谨慎一顶 要冒犯英大师了 英里挑了挑眉 然后轻轻点点 梁武便起身来到英里身边 富尔低声朝英里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英里漠然无语 心里却是感叹一声 原来如此 这样一来 他的面相和气质倒也说得通了 梁武十分肯定地点了点头 我从四年前就开始查这个案子 直到去年才慢慢接触到核心内人 今年和内人见过几次面 他谨慎得很 还是有次听到他躲在一旁打电话 说了个模糊的地名 我查了和他的行程有重合相似的地名 排查了一个多月才确定地点的 作为系统内的人 你应该听说过特调局吧 这个案子已经不是你能继续查下去的 稍后会有特调局的人和你联系 你和他们将资料交接一下 以后就不用再管了 骤然听到这话梁武有些猛 花了好几年的努力 从最底层的小弟做起 一步步慢慢往上爬 终于接触到了核心的重要人物 却突然告诉他不要继续查了 梁武心里实在有些憋屈 因离看到梁武的表情又出声解释道 并不是要抢你的功劳 这件案子你只是接触了两次涉案人员 就已经沾染上晦气 可见其厉害之处远超你的想象 你放心 你卧底这么久 该有的功劳一分也不会少 梁武文言脸色有些暗人 丁大师您误会 我不是为了功劳 六年前 我战友的女儿被拐卖 战友苦苦寻找了一年多 最后在寻人的途中出了车祸 人当场就没了 这件事一直是我心中最大的伤痛 所以后来领导公布了这个卧底任务之后 我第一时间就申请了 我就是想亲自将那批伤天害理的人贩子给绳之一 说到后头梁武钻井的拳头 显然极力在控制自己的情绪 丁丽叹了口气 他对这种我说卧底戏码是很佩服 况且还有这样一层隐情在里面 要拒绝的话实在说不出口 正在开口时 身后突然传来一声甜美的小乃音 卧底是什么呀 野生的 还是人工养殖的呀 好不好吃呀 紧接着西宝就迈着小短腿跨过门槛 跑了进来 卧底了卧底了 奶团子居然主动去到人贩子卧点卧底 就在刚刚 西宝为了下山吃奶油蛋糕 竟主动提议去帮梁武解决灵异事件 令人没想到的是 英黎居然鬼使神差的同意了 沈玉白自然也要跟着西宝下山 于是英黎几乎花光了自己的所有灵力 在他体内下了一道封印 一旦他吸血就会触发封印 将他的神势禁锢组 然后英黎又在沈玉白身上布了个障眼法 将他幻化成了和西宝差不多大的小孩 就这样 四岁奶团小天使西宝 带着自己的超级保镖 跟着卧底叔叔下山去了 于南高速上 一辆黑色吉普车正在飞速行驶中 后座上西宝和沈玉白正在开心地啃鸡走 梁武本来还担心 他和三子两个大老爷们儿根本就不会大喊 万一没伺候好 让小天使受委屈了怎么办 结果小天使只要有吃的就乖得不行 让他这个单身操大汗 都有种想将人管回家当女儿的从头 车子很快就到了服务区 不等梁武分子 三子将车一停好 就麻溜地下车去给两个小祖宗买祭品 梁武则是带着小天使和小煞神去洗手间 清洗一下手上的油渍 洗完手 梁武蹲下问西宝 是跟着叔叔去男卫生间还是单独进女卫生间 西宝指了指女卫生间 西宝是女生 西宝去女卫生间 白白是男生 白白才去男卫生间 沈玉白一听要和西宝分开 顿时就不干了 也指着女卫生间 非要和西宝一起去 白白你是男生 你要去男卫生间 不可以去女卫生间 正在这时 有个路过的中年妇女停下脚步 热心的朝五哥道 大兄弟是在发愁怎么带女儿上厕所 要不我带她进去帮你看着你 不等梁武打花 却见西宝捂着鼻子后退了一步 凑到梁武耳边小声说道 叔叔 阿姨身上有臭臭的气 比你的还臭 梁武文言面上不动声色 仔细打亮着眼前的妇女 脑子转得飞快 心里对妇女的身份有了猜测 谢谢你啊大姐 我闺女比较怕生 我还是带她去男厕所上吧 说着她就将西宝抱抱起来 另一只手拉着沈玉白就往男厕所走 叔叔 那个阿姨还在看我们 西宝趴在梁武肩头 冲梁武小声说道 那个中年妇女笑着对西宝挥声 快点哟 我在这里等你们 给人的感觉 就像是妈妈在等着爸爸带孩子去上厕所一样 梁武卧底了四年多 对人贩子装熟人拉关系这一套非常熟悉 梁武将西宝和沈玉白带到第三卫生间 迅速将门繁锁起来 然后给三子打电话 叫他去找服务区的保安过来 西宝不懂就问 叔叔叫保安叔叔干嘛呀 梁武并没有因为西宝年纪小就敷衍他 反而是很认真的给他解释清楚事情的缘由 方才那人 可叔叔要让小天师去解决问题的那人是一物 是要拐卖儿童的坏人 他们看小天师和沈先生太可爱 想要把你们拐跑 所以叔叔让三子叔叔去请保安叔叔拐 保护小天师和沈先生 那叔叔 如果跟着这个阿姨 也可以去找到源头 是不是也可以解决掉问题啊 西宝显然是想到了事情的关键点 妈妈说了 单独解决掉叔叔身边那个人的问题不算解决 要解决掉源头的问题 这个阿姨和叔叔说的那个人一样的臭臭 那是不是头也是一样的源头 梁武被西宝问的疑问 想了想 确实是这样 之前他只接触到了那个客户一个人 并不知道他们那个团队有多少人 手下又有多少个团队 那如果跟着这个人 是不是就多了一条线索 多了一个找到他们老巢的机会 梁武不确定的问 西宝的意思是 我们不回虫鱼了 直接跟着这个人 西宝确实摇了摇头 叔叔笨笨 不用跟着他 让他带我去啊 梁武一脸猛逼 什么叫让他带你去 西宝露出一种 叔叔果然好笨的表情 看着梁武 叔叔说 阿姨拐卖儿童 那西宝和白败就是儿童吗 让他拐卖了就能找到源头啊 梁武被西宝调理清晰 无法反驳的一番话给震惊 这自己送上门去被拐卖的操作 和千里送人头有什么区别 要是被鹰大师知道 那自己的人头还能保住吗 这样一想 梁武直摇头 动作剧烈的西宝 都担心他会把头摇掉 不行不行 这太危险了 叔叔不能让西宝冒这个心 西宝踮起脚尖拍了拍梁武的肩膀 叔叔 西宝是来保护你的呀 软弱软弱的一句话 却杀伤力十足 直接让梁武说不出话来 好像似乎冒死 确实是这样的吧 可是总感觉哪里不对 具体又说不上来 梁武的理智还在企图做最后的挣扎 西宝又拍了拍他的肩膀 对的对的 很快就能找到那个源头 很快就能解决问题 很快就能吃好吃的 小家伙的捕获力 那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就是教他的那个鬼秀 都夸他天赋一笔 所以梁武的理智 很快就败下阵来 同意了这个大胆的提议 在三子带着保安到第三卫生间时 西宝和沈玉白已经手拉着手 走到了外面的美食厂 两个小家伙 一个店铺接着一个店铺的看 还时不时讨论一下 就差流口水了 而这时 刚才那个说 要带西宝去卫生间的妇女又出现了 妇女笑着摸了摸西宝的头 宝宝 是饿了吗 要不要吃点东西啊 阿姨给你买好不好 送上门的吃的 不要白不要 西宝当即点了点头 然后指着烤肉摊的烤价 烤鸭腿和烤羊肉 谢谢阿姨 我要吃那个那个和那个 中年妇女看了看 酱木表有些肉痛 可看了看那两张粉嫩可爱的小脸蛋 于是一咬牙 每个烤串都买了两串 妇女将烤串分给西宝和沈玉白 宝宝爸爸去哪了呢 西宝咬了块虾长了肠胃子 眉头轻轻皱起 不新鲜 味道也不好吃 爸爸出差去了呀 西宝皱着小脸 又咬了一口羊肉串 好大一股羊伤味 比小秋烤得差太远 那方才带宝宝上厕所的那人 不是宝宝爸爸吗 中年妇女边问西宝话 边牵着两个小孩 往偏僻的角落走 眼神还不停地四处张望 西宝想了想 将手里的烤串递给沈玉白 白白吃 然后才抬头回答父女的话 那是叔叔 叔叔上厕所去了 中年妇女文言脸色一洗 脚步越发快了 将西宝和沈玉白 带到了服务区后门的监控盲区 那里停着一辆 有些破旧的面包车 宝宝 阿姨带你们去找叔叔好不好呀 咱们坐这个车去 西宝乖巧地点了点头 还主动拉着沈玉白 在中年妇女和一个中年汉子的帮助 下上了面包车 那汉子一看这么乖巧听话 又长得这么好看的两个孩子 都有些震惊了 汉子趁着关门的时间 低声问妇女 翠平 啥情况啊这是 中年妇女名叫李翠平 和汉子李铁生是夫妻关系 这俩娃就一个叔叔带着 趁着叔叔上厕所我就给带出来 李翠平推了推李铁生 赶紧开车去 走走走 别被人追到了 这俩娃可真是太军 得赶紧送出去 免得那啥 面包车离开服务区后 西宝出声道 阿姨 我叔叔在哪里了 怎么还没有找到他呀 快了快了 叔叔在前面等我们呢 李翠平熟练地回答完西宝的话 就拿出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 亮哥 你啥时候出发呀 我在水务服务区捡到俩子 好的很了 就没等小张他们 你路过的时候把他们烧上了 电话那头的声音 确实很不耐心 出发啥呀出发 村里头又出事了 三婶家又死了脸 再死下去可就绝货了 我这忙着呢 就这样 挂了 听从李传来嘟嘟嘟的一阵盲音 李翠平都有些猛了 咋了小翠 亮哥咋说的 你这表情咋这么不好看 亮哥说不来了 说是三婶家又死人了 还是俩 李铁生听到这话 方才还激动不已的表情 此刻也哭了下来 咋会又死人了呢 不是请了人去看了吗 我咋个晓得 要不咱还是回去看一下吧 这是有点玄乎 光牛宝和铁宝在家 我有点不放心 再说 这刚好也必下风头吗 下个路口就下去 掉头回去 李翠平的语气变得很是急切 他总觉得心里有些不安 非得要回去一趟不可 李铁生看他这样坚持 也就不再反驳 面包车很快就到了 最近的高速出口 李铁生从出口出去 又从入口进了高速 往返方向驶去 梁武和三子 跟在不到200米的距离后面 他把自己的手机给了西宝 打开了并位功能的 这会通过三子的手机 能实时掌控对方的位置 也不怕跟丢了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破旧的面包车进入前溪地界 下高速驶入了一条 坑坑洼洼的土路 颠簸得很 西宝的脑袋被沈玉白保护得再好 也无可避免撞到窗户玻璃上 直接就被磕醒了 白白 到了吗 刚从睡梦中醒来 西宝的声音还有些哑 听起来格外软弱可爱 沈玉白耸了耸肩 他也不知道到没包 李翠平倒是很快回答 丫头醒了 天色太晚了 咱们先在阿姨家休息一晚 明天再去找叔叔 西宝迷里糊糊地应了一声 双手紧紧抱着沈玉白 整个脑袋都压在了他小小的肩膀上 沈玉白一只手 依旧护住他的脑袋 你哥哥对你可真好 李翠平见西宝不吵着闹着要叔叔 又这样好说话 就继续哄他说话 你家里一共有几个人了 爸爸妈妈都做什么的 家里有好多人呀 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 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 还有师 刚想说师爷 结果猛然想起 叔叔说西宝可是比叔叔还厉害的握头 叔叔说不管这个阿姨问什么 都不能说实话 要说一点真话 说一点假话 所以西宝飞快地赶了口 还有师爷爷和白白 李翠平一听 果然是个大家族的小公主 家里这么多人 这下更是坚定了 要把小女娃留下来的心思 这种大家族里的人 不仅人长得好看还聪明 用牛宝的话说 智商高得很 以后牛宝的娃智商 肯定也能遗传着你 我老李家往后几代 就要出有出息的大人物 李翠平沉浸在自己的幻想里 越想越开心 连车子渐渐停了下来都没发觉 还是李铁生打开车门换他 他才反应过来 我带俩娃先回家去 你去三婶家看看情况 李铁生挨了一声 就往三婶家走 李翠平则是要去抱两个娃下车 结果西宝直接就越过他跳下车 沈玉白更是一脚都没让他碰到 跟着西宝跳下了车 西宝坐了好几个小时的车 虽然有些累 但是在车上睡了一会儿 这会儿倒还精神的很 不过刚走了两步就感觉不对 这里太臭了 比阿姨身上都还要臭 西宝紧紧捂住鼻子 一手去拉沈玉白背后的包 包里装了妈妈特意炼制的 屏蔽嗅觉的担忧 吃了之后可以暂时让鼻子失灵 不过妈妈研究了好久 也只能让她的药效保持三个小时 所以出门的时候 英里给西宝装了三瓶 她自己就因为无感异常灵敏 尤其是嗅觉 而吃了许多平常人都无法理解的骨头 所以在知道女儿 也被师父管入这一行之后 就做了很多准备 就是不想女儿再遭受一遍 她曾经受过的骨 西宝吃了一颗 又给白白喂了一颗 然后才拉着白白继续走 却没有跟在李翠平后头 反而是朝李铁生离开的方向走去 她看到李铁生是进了不远处的那座房子里 那房顶笼罩着层层黑气 仿佛罩在了一层黑沙中 一阵阵冷风吹过 树叶在风中不停晃动着 发出细碎的沙沙声 让整个村子显得愈发忧生阴暗 在大夏天的晚上 西宝竟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西宝皱了皱眉 小小的圆脸都快皱成一个小包子 白白 你有没有感觉到很乖乖的 西宝听妈妈说过 白白是很厉害很厉害的 比事业和妈妈都厉害 所以妈妈说了 遇到什么不能确定的异常就问白白 沈玉白点了点头 喜欢 阴煞呀 西宝小声惊叫了几 还有煞气啊 西宝都还没有见过 不知道屈邪符能不能去除煞气呢 西宝想了想有些没把握 那白白能解决不了 沈玉白又点了点头 拍了拍自己现在变得很小的小肚子 是 西宝立马就放心了 拉着沈玉白的小手都一甩一甩的 而李翠平心系自己的两个宝贝儿子 一心直往家里走 又因为到了自己的地盘 不用那么小心 就并没有多关注西宝两人 所以并没有发现两个孩子没跟在自己后头 两个孩子很快就走到了李铁生方才进去的那座房子前 沈玉白走在前面 拉着西宝 身体自发挡在他的面前 推开面前虚掩着的珠红色大门 院子里闹哄哄的 一群人叽叽喳喳像是在争吵着什么 院子正中央是两具棺材 而西宝第一眼则是看向了棺材上方 上面正挑着一个身穿红色连衣裙的女果